现代咒术界最强的五条物被封印 第二阵道死亡 词面回游开幕 咒术界即将迎来重大改变 目前最令人期待的后续 就是五条物到底是会复活还是会死亡 到目前为止 五条物完全没有回归的迹象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今天一起来看五条物未来的可能性解析 首先是关于封印五条物的特级咒剧玉门浆 玉门浆是可以变化形态的立方体 是得到高僧肉体所化的特级咒物 能够封印世间万物 玉门浆封印的条件是 开门后需要封印对象在有效范围半径4米以内停留1分钟 虽说是1分钟 但其实是脑内的1分钟 打开时中间会衍生 分裂成4个角 中央是睁大的眼睛 当脑内1分钟后 4个角会转移到封印对象身上 对其束缚 而五条物被封印时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角又分裂成了六个角 推测可能是五条物是六眼的原因 六眼象征着东南西北和上下 而玉门浆的六个角对应的就是六个方向 对其的束缚 而且玉门浆有着限制咒力的作用 就算是最强术师五条物在无下线术师的加持下 与万物都是有着无限的距离 而玉门浆却还是可以将五条物束缚 说明其有限制咒术或是咒力的能力 在玉门浆内部是有着很多海骨的异次元空间 其中海骨推测可能是以前被封印过的人的海骨 在空间内的时间不会流逝 玉门浆内部尽用所有能力 但是可以自由活动 只是无法强行从内部进行突破 要想解封只能从外部寻找方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是可以将人类储存百年甚至千年 这也是千年前术师能活到现代的一个方法 也许在死灭回游中的某个术师 就是上一个被玉门浆封印的人 那么五条物被封印在玉门浆里会死亡吗 而玉门浆有表和礼相当于是前门和后门 在六年前 卷所找到了在天元结界之外的前门 而后门一直在天元手里 天元曾试图封印后门来限制前门的气息 可惜只是徒劳 而卷所还是找到了将五条物封印的方法 想要解救五条物 第一个方法就是从后门解开封印 玉门浆的前门和后门是一体的都可以进出 所以后门同样也封印着五条物 要强行撬开后门有三种手段 第一种就是天逆毛 可以强行解除所有术师 但是在十一年前 在海外被五条物封印或是破坏掉了 天逆毛是日本神话中用来创造第一块大地的毛 而五条物的六眼指的是东南西北和上下 泛指宇宙 如此说来天逆毛很像是五条物的克星 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五条物 应该是不会惧怕一个咒剧的 所以当时五条物肯定是出于某种原因 才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还是说有可能天逆毛并没有被完全破坏 只是被五条物封印在了某地 在日本传说中 高千岁丰是天赵大神之孙 天津炎炎火穷穷处尊 为了统治伟元的天孙降临之地 山顶有天津炎炎火穷穷处尊降临之石 所立的青铜制的天逆毛 是日本三月信仰的重要象征之一 因此天逆毛说不定之后就会出现在高千岁丰 第二种方法是黑神 黑神是能令所有术士发生混乱相互抵消的咒剧 但是在去年被五条物彻底销毁 一股犹太曾去非洲寻找黑神 无功而返 而制作黑神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要用这个方法 主角们可能都已经老了 并且过不了几年 卷所就能将全人类同化 那就真的是新世界见了 第三种方法是找到咒术师莱奇华 莱奇华是一位自称是天使的千年前术师 独有的术士效果是可以将其他术士无效化 相当于是除术师 可以说是最强能力的术士 目前正在参加死灭回游 在死灭回游里 浮黑慧干掉雷吉 总伤倒地之后 出现了一位长着天使翅膀的术师 猜测应该就是莱奇华 看起来找他是最快的方法了 莱奇华主动找浮黑慧肯定是出于某种目的 莱奇华是如何活到现代的 估计可能跟卷索有关 因为莱奇华和卷索是同时期的术师 卷索应该是认识莱奇华的 所以莱奇华是敌是友 目前还不好判断 卷索应该是调查过天匿毛和黑神都被五条物毁掉了 所以他也知道主角团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找到莱奇华 那么为什么卷索明知道有除术师莱奇华的存在 却不干掉他呢 有两种可能 其一两人或许有什么契约 就像是素挪与卷索的关系一样 其二是莱奇华的术师也许是卷索的克星 因此卷索不敢主动招惹 而卷索也知道莱奇华应该是不会影响他的计划 第四种方法是从卷索那里夺回玉门江 而玉门江打开的权限自始至终都是物品的所有人 但是凭借咒术高砖的实力根本不能与之抗衡 加之五条物数敌无数 能够来帮助的人少之又少 如果用到了这个方法 那肯定是发生了只有五条物能够解决的事件 连咒术高层都已经坐不住了 需要一起解决卷索 应该就是最后大决战的事了 但不排除之后又会出现比卷索更为强大的boss 如果真的无法解救五条物的话 五条物真的会死吗 首先卷索封印五条物的目的 并不是希望五条物死亡 因为一旦六眼死亡 在世间就会出现新的六眼 势必会影响卷索的计划 从卷索的角度来看 只是希望限制五条物的自由 让其不能干涉自己的行动 也是为了死灭回游能够正常运营而已 而五条物在玉门江里会不老不死 但是千年后的五条物 有可能会变为特级咒灵 从天元的经历来看 人活了上千年 有可能会出现咒灵化 待五条物在玉门江储存千年 进化为类似天元咒灵体以后 卷索释放五条物 再利用咒灵超数将其控制 如果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五条物可能会在玉门江里自我了断 借鉴老师有提到过 五条物被封印是一早就计划好的 而且五条物的物就是孙悟空的物 两人都是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的强者 所以五条物是会被长期封印的角色 确实五条物如果不被封印的话 那么反派却是没发完了 根本无法推动后续的剧情 正因为如此 借鉴老师才会封印五条物 来增加主角的成长和今后的冲突 但是如果五条物再也不登场的话 肯定也会留下更多的遗憾 总之不管怎么来说 莱七华应该都是跟五条物息息相关的角色 更多的我认为莱七华应该不是卷索阵营 他应该有着自己的目的和立场 到死灭回游篇迎来落幕的时候 关于五条物是否能解封 应该就会明了了 五条物究竟是死亡还是重生 我相信更多的应该是处于某个契机的重生吧 那么五条物回归后到底会怎样呢 届时咒术界可能迎来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究竟是向好还是向坏呢 只能等借鉴老师填坑了 而且反派可能很快就能达到目的 将天元和人类融合 如果卷索真的将天元和人类同化 完成了新人类计划 届时有一亿人份的误会涌入世界 五条物出来之后还能力挽狂澜吗 好了 今天关于五条物死亡或是重生的解析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有其他的见解 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一定要给我按赞和订阅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